玄冰在7月24日现身意大利的米兰机场 这一次他现身异国是为了自己的新作品做宣传 大爸积极工作 粉丝们也是热情度非常高 在韩国与米兰都有机会送他上飞机 在意大利露面的玄冰整个人的工作状态非常不错 本来粉丝们以为他的工作状态不会太好 毕竟老婆孙一珍官宣怀孕之后 他有一半的时间日陪伴在妻子身边 在机场露面的玄冰发型超帅 然后全身是休闲装的搭配 拿着手机与登记卡的他走在前面 工作团队的助理则推着行李跟在他的后面 见到机场这么多的粉丝和记者 玄冰一露面就笑着问 你们这么早啊怎么这么多人 媒体记者们齐声表示 这是我们的工作都是在等你的呀 玄冰听了之后露出笑容 然后双手不停的打招呼向大家致谢 玄冰现身米兰机场热情的和粉丝们交流互动 聊到孙一珍是一脸天笑 在进入机场之前 玄冰还多次转身回头 跟大家鞠躬表示感谢 大爸真的是又体贴又帅气 整个人的状态是超级绅士且有礼貌 在进入机场之后 有粉丝们一边录笑 一边问关于他的一些问题 玄冰也是超有礼貌的笑着回应 尤其是聊到老婆孙一珍的时候 戴着口罩的他 也能明显感觉到脸部的笑容 他拿着手机和卡本 整个人的状态超级放松 显然这一次 他现身意大利的工作 也带着愉悦的心情 尤其是离开意大利的机场 获得这么多粉丝的相送 玄冰多次向大家致谢 共助2已经准备跟大家见面了 在结婚之后 玄冰就收获了非常多的粉丝 尤其是孙一珍和他的粉丝们 都在等待着这一部新片的上映 期待着新片之中的他 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演出 粉丝与现身机场的玄冰双向互动 IDOL毫无架子超级礼貌 尤其是聊到私人话题的时候 IDOL也是一脸甜笑 因为他知道 大家都十分关心他和孙一珍 在机场的玄冰 多次感谢大家的关心 后续他回国之后 同样面临着一些电影与拍摄上的宣传工作 而孙一珍则停工在爱潮之中 享受着孕妈的幸福生活 孙一珍经常会透过社群网站 与粉丝分享近况 他日前贴出亲自下厨的料理 曝光夫妻俩在家的幸福日常 吸引大批粉丝羡慕连连 正在安心阳台的他 并未全面暂停事业 偶尔还是会接接代言拍摄工作 20日PO出工作日常PO文 不久前和Kitty一起拍广告 姿势摆得非常非常好 对于宠物宠溺之情意欲言表 上读是孙一珍怀孕之后不久前的近照 他抱着宠物狗出镜做广告拍摄 很明显他的脸部已经呈现一些婴儿肥的肉感 只是小肚子还不是那么明显 这幅期待着他们小宝贝的到来 孙一珍和玄冰在2018年首次合作警匪片 极致对决就传出绯闻 外形登队的两人 可以说是网友们心目中的完美CP 在电影中两人隔着荧幕进行对峙 为了戏剧效果在片场也是如此 在一次电影宣传访问中 玄冰和孙一珍被问到一起 演戏后会给对方打几分 他回答道 满分100分的话只给90分 因为剧情关系的设定 大部分必须隔着机器对戏 没办法经常见面 太遗憾了 因此扣了10分 没想到孙一珍则满脸笑意说 我给他100分 就算只是隔着屏幕对戏 我也很喜欢 玄冰接着说 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孙一珍 透过一起出演浪漫爱情片的方式 再次见到他 这样双向好感的关系 让CP粉全程以母笑 而在2019年初 两人被网友拍到 同游洛杉矶逛超市 还和家长吃饭的画面 玄冰和孙一珍同一个时间点 都在美国旅游 就已经引起网友关注 但双方经济公司 很快出面否认恋情 传出绯闻后 两人毫无畏惧传言 于2020年又再次携手 合作爱情喜剧爱的破将 从戏外暧昧到戏里 让人看得心豪养 而破将CP也在此诞生 这时网友们更加敲破 玩许愿两人能够在一起 玄冰和孙一珍合作期间 仿佛公废恋爱 一起自拍了很多影片 照片也大方上传 各种几枚弄业 装可爱 看到以往在镜头前 总是正经八百的玄冰 配合孙一珍套上逗趣的特效 嗅到一丝恋爱的味道 玄冰甚至手持电风扇 让孙一珍能拍出 发丝自然飘动的照片 男友Lie Banks 虽然双方否认恋爱 但两人看着对方的笑意 实在很有感觉 2020年6月5日 两人现身第56届 白响艺术大赏颁奖典礼 拿下人气男女演员奖 这次戏后首度公开合体 虽然刻意减少互动 但仍有粉丝注意到 两人之间小眼神与氛围 应该是顾虑到绯闻 才刻意避嫌 玄冰和孙一珍 在2021年1月1日 透过经纪公司 正式对外认爱 生方是在杀千后开始交往 表示两人于2020年3月开始约会 破奖CP真的成真 2020亚太明星颁奖里 玄冰和孙一珍都有入围 因工作关系只有玄冰现身 玄冰捧走大奖的同时 也公开感谢女友 最佳拍档影视李 一珍想在这里给你说声谢谢 因为有一珍演好影视李一角 力政贺才能表现得更加帅气 谢谢 一番宛如告白的感言太闪了 玄冰和孙一珍公开恋情后 爱得十分低调 这是孙一珍出道多年来 第一次对外承认恋爱 可见这段恋情的特别与认真 而两人都爱打高尔夫 亦经常打球约会 更共用一位高尔夫教练 并分别与教练合影 继续在高尔夫球场撒狗粮 孙一珍与2月10日在硬死协下 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共度余生的人 是的 就是他 男孩遇到女孩 在人群中互相认识 承诺建立一个未来 在一起 我无法想象 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但是这不就是命运吗 和他在一起 我感到温暖和保护 宣布了大好消息 让全网都乐坏了 玄冰经纪公司 也晒出两人牵手填照 与玄冰手写信 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是的 已经做出结婚的重要决定 即将小心翼翼的 踏入人生的第二母 我向他承诺 他总是让我微笑 让我们一起走过未来的日子 在工作中 一起工作的正贺和势力 让我们一起迈出这一步 真心实意的文字 感动粉丝无数 纷纷献上祝福 在刘在时节目 刘Quiz Under Block中 刘在时很直接的问 我们都好奇 真正的国民初恋的初恋 是谁呢 孙一真毫不犹豫回答 现在的爱情就是初恋 搭配甜到不行的笑眼 真的太甜了 孙冰在去年 就花费48亿韩元 在经济道购买了一栋 大面积高隐密度的 四层楼豪宅 看到豪宅内的花园里 充满了孙一真喜欢的花卉 甚至有媒体传出 两人已经同聚 实质根本像夫妻一样 相处在一起了 因为有网友 于去年8月中旬 目睹他们在顶楼 开露天派对 而两人闲下之雨 便在这栋房子里约会 肖默爱的时光 就像偶像剧般的 罗曼蒂克 今年 玄冰孙一真 也是完成婚礼 宝宝应该会在年底出生 今天的内容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